另外现场消息来关心中共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展开了军演 今天来到第二天 我们的采访团队前进到金门要来直击前线 联想给记者亮伟红告诉大家 伟红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中国围台军演现在来到了第二天 东森新闻团队持续在金门直击最前线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在金门的廖楼湾码头 而位在我后方的就是海巡的巡防艇 那其实根据国防部公布的周边动态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演习是首度把台湾的外领岛给划入了演习范围 而在金门周边这边实际上出没就是中共的海警船 所以说海巡的巡防艇在今天一早大约是七点多的时候就紧急来出港 其实海巡这回也是加强的备战 每天是分三个班次 是严密的在禁限制水域来监视中共海警船的一举一动 我们在画面再往旁边来看 其实可以看到在海巡的巡防艇的前方 还有两栖侦搜队的挖人 其实国防这边是也出动了 两栖侦搜挖人其实一早的时候是紧急来下不少的 像是机枪等等的武器 那现在他们也在他们的小艇上来进行备战 稍待会就会来出海加强的整个金门这边周边海域的相关防卫 而这一回呢其实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这个国防部跟海巡 其实都是全力来备战 来到这个禁限制水域金门这边呢 其实因为在外面呢 其实从五月开始呢 就有不少的这个中共的海警船 是频繁的来侵扰入侵在这个禁限制水域周边 所以说呢这个海巡呢 跟国防相关单位也是加强权力来备战 严密监控共军的一举一动 以上也是我们找到现场最新庆幸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给宫内主播